江慧已经回家 江慧放弃痛苦的治疗 江慧希望将来葬在费玉清墓旁 不想花费巨大维持不必要的生命 费玉清跪求医生不要放于怨起回家 女儿哭喊要妈妈 张飞挡过道不让走 不要丢下孩子没有妈妈在世间 大家应该都清楚 64岁的费玉清在去年就已经封卖了 离开舞台时的她已经64岁了 她出道到如今已经将近45年 很多粉丝都对她有太多的不舍 但终归这一步还是要走出来的 离开自己心爱的舞台的时候 小哥费玉清是累撒全场 6月17号有媒体报道 关于小哥的最新消息 离开舞台的她依旧生活的比较好 她也很享受当下的生活 但据她的好友透露 她却一直是一个人 不过小哥虽然一直是一个人 但也过得很不错 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特别的丰富 据她的好友爆料 小哥费玉清早就决定终身不娶 只是希望自己将来去世后 可以埋在江会的墓旁 好友表示费玉清一直是一个独特的人 她希望自己的感情生活 可以维持着独一无二的模样 她不喜欢在自己最后的阶段 去寻找另一半太过的麻烦 其实提到小哥以前的两段感情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段过去时代 但小哥在与千惠之间的爱的感情破裂之后 就已经没有再找另一半的打算了 从那个时候起他的想法就得到了改变 小哥在第一段感情破裂之后 就开始了第二段感情 虽然小哥自己表示和江会的感情 并没有那么的深刻达不到夫妻的程度 但江会却一直很喜欢费玉清 并在公众面前公开示爱 虽然现在的费玉清已经退出了歌坛 但生活中依旧有江会 费玉清表示自己和江会一直是知心朋友 但他对江会的感情却比较特殊 据他的好友透露 费玉清曾将自己的后辈表示交代了自己的后世 希望自己死后可以埋在江会坟墓的旁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